國際消息來看 瑞典王室 證實現年四十四歲的王儲 維多利亞公主 在八號確診新冠病毒 並且出現了類似感冒的症狀 維多利亞公主 已經完整接種過疫苗 目前除了出現輕微的症狀 身體的狀況都還算良好 而她的雙親 瑞典國王和王后 也在本月四號確診 瑞典當下正迎來第四波的疫情 確診的數字不斷地創下新高 七號單日就新增了四萬一千多例 目前王儲一家人都在自主隔離當中 但這也是維多利亞公主 第二度確診了新冠病毒